臺大今天啟動了國際引路人計畫 首度開辦全國第一個國際學生的實習計畫 今年暑假將會有一百七十位 經過校方審核的國際生 到臺積電跟友達等知名的企業來實習 為優秀的國際生留在臺灣工作 找一條路 投注感情唱和日君再來 來自美國的葛菲西北大學畢業後 到臺大念音樂所 畢業後被臺大國際處錄取 因而留在臺灣 像葛菲這樣來臺多年 未來想留臺工作的國際生不在少數 巴基斯坦學生斯伊達來臺五年 目前攻讀化學系化學組博班 近期經學校梅河將到臺灣科斯創實習 讓他超開心 培養更多國際人才在地化 臺大啟動國際引路人計畫 首度開辦全國第一個國際學生的暑期實習計畫 今年暑假一百七十位經校方審核的國際生 將到七十間國內外企業與機構 由人資長或資深經理擔任職場老師 落實實途制 看他們的成績 看他們的表現 他們的CV 然後過來之後我們訓練他們 有些人資長訓練他們 怎麼樣子能夠做一些presentation 怎麼樣子寫他們的自傳 研究跟那個藥學的部分 有可能是一點難 找到一個工作 在臺六年的德國學生 連德威說 個人不在乎實習有沒有薪水 因為有實習做中學 對履歷都是加分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計畫 可去自己有興趣的德國公司探路 提升畢業後留臺機會 紀人小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暫 Paradigm glaube every now 警察空調